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四个大咖去见的道理 不礼让就自己提名 民进党有去知会郑鸿怡吗 他有知会 为什么知会一下他呢 他不需要用四个人 这四个人是选对会两个召集人 党的秘书长跟台北市党部主委 只有要礼让才会去跟他见面 说我们去商量一些事情 我可能跟你还有关系 我准备跟你没关系 我准备自己提名 我就自己作业了 最多就是其中有一个人通知他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作业了 我们可能方向是不礼让的 这应该很明显吧 这个应该所有的人都会下这个节目 要礼让 对啊 那黄成国不是在选对会说 完全没有礼让空间吗 他听反应继承声音啊 他后面还加一句话 所以他要求党提名最强的人啊 那没有最强的人 最后还回到礼让了 这就是他的这个逻辑啊 在我来看 其实啦 你还要想昨天那场四个人密会科批 如果没有曝光 这些都不会 我都不会认为说有什么 离让会不让还是五五波 可是这四个人见面曝光了 我如果大胆的一点讲 我如果大胆的一点讲 要这四个人一起出动 这个不是这四个人中间随便揪一揪就去的 教授你觉得是谁扑的关 是谁扑的 不是 曝光是不小心了 曝光因为那个地方 他是因为这些人他不知道被跟了嘛 苹果有狗仔队他说也被跟了 我们都可能被跟过 要是什么叫做不是四个人随便揪一揪 就说我交呼你 然后你交呼他 陈明文叫红归红要服 说我们俩去看看科批 那就两个人去啊 四个选队会最重要的干部 四个 其他人都是各种代表 这四个是选队会的代表性人物 对 这可以随便揪一揪去的吗 如果没有上层的 说你们找人 你们去跟科批谈一谈 他们就四个人就去了 如果我要大胆的预测的话 那就是你在讲小英啊 可能啊 可是我因为没有实际的佐证嘛 可是我认为这四个人去非比寻常 而且四个人要去就是要礼让的意思嘛 那要礼让总要有一个理由给大家吧 他现在就叫科批座啊 所以很可能是礼拜五科批要讲话 他们可能说你现在要开始回应 否则我们找不出一条路子 给他礼让你 你一定要做出一些动作来 我们就能礼让你 然后科批就想办法做一些动作 他可能是礼拜五去参加 凯拉格兰基金会 凯基金会的时候 然后他就讲一件 做了五分钟的speech 然后就可能会释出一些善意来 回答了台湾价值的概念 然后这条路就顺了嘛 这样大家就信了 不是 这个就是他们的想象嘛 他们为什么要去见科批嘛 我只问你 四个人这么重要场合跑 就跟科批讲说 我们明天开始开会 要讨论台北市回家 你觉得有必要吗 就是他们现在对外讲的 说我来告诉你 我们开始启动程序了 这启动程序需要四个人跑去 做乎正经的 一个人讲一句 我 然后另外一个人讲我们 这是不是这样讲的 不需要嘛 就选了一个秘密的地点 叫木炸龙会 对啊 木炸龙会 然后讲说我们要启动程序 太好笑了嘛 没有人会相信 他们去告知科批 我们要启动程序了 那就表示 我们要启动程序 这句话是假的 那他们去干嘛 开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都会干嘛 所以他们明知道基层反弹激烈 他们还是要 李让秘密的 秘密的 所以这件事情曝光以后 立刻大家就外面撇清 我是赞成不要李让的 而且李让没有空间 你讲黄称库 就这样讲 他一定要讲嘛 李让没有空间 那他现在是在演戏啊 当然了不是 这可能是演戏 也可能是他个人意见嘛 我现在讲的是公意见 好不好 我现在讲的公作为 这个我必须要 对我来讲 作为一个评论者 我的观察就是如此 四个人做过政经去看一个人 不会是 简单的跟他说 我们明天开始要启动程序 那是没有意义的 那你们这样子玩弄 民进党的继承知识 难道人家不会缓扑吗 这一点我不评论啊 那反扑了再说了 他们要去处理啊 他们就拜托柯啊 他们拜托柯 你可不可以帮忙 处理一下反扑 你可不可以稍微 缓和一下反扑 这只有柯能做到 这一点我也能理解啊 所以研判 这个明天那一场 很重要咯 那个凯达戈尔基金会的募款 应该蛮重要的